跟回咪戴在這裏 先放好它 推回咪戴 推回咪戴 不急的 慢慢跟回咪戴 為何我們 打掛時間 OK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啊 我的線 不好意思 不要再踩那些線 那些線都踩在下了 不要踩到那些線 這個位置會不會 OK 行 Dixon 你把那個FA 按下一點點 前面有 那個 那麽高好嗎 低一點好嗎 OK 人人都銷了你這部機 突然間鋪高 你弄了我真的弄了 OK 是呀 你後翻一點 後翻一點 前面的水晶多一點點 是嗎 是嗎 往上這邊 高一點 謝謝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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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 好 OK 好 多次 這邊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裏面的地方都很小 有些同事也不太想拍到 所以要大家真的屈袖這麼狹窄的地方 因為其實都是很多媒體想我們再回應一下 但因為我們其實不是真的很多事情講 所以希望這麼簡單做一個stand up 我們講一講 簡單講一講 大家要一些什麼問題我們都是盡量回答 但是希望大家都明白 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未必可以講得太多 我們的決定是很短期間做的 觸發點也可以很坦白地說 就是《立場新聞》的停運 帶了很多的問題出來 也都令我們很短期間 我們再想回我們5年前成立的時候 我們想做些什麼 5年前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當時一些 我們做了二三十年的一些新聞工作者 都會看到香港那個媒體環境 空間在收集中 一些政治商業的壓力 我們希望一個小小的獨立 財政獨立的一個平台 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跟著那幾年我們是 我們都在一個很有限資源情況之下 做到一些我們想做的一些新聞 今年的發展是比較快的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客工環境的一些變化 媒體的一些轉變 我們是多了一些人加入 中國組和其他一些組 其他一些組 其他一些組 到了過去那兩年 過去那兩年 就是反修例 大家都會看到 政治社會的變化相當之大 分化很嚴重 矛盾也都很尖銳 媒體是被捲入了這些政治的巨浪 媒體是被捲入了政治的巨浪 一些媒體也都會被視為要整頓的對象 甚至有些會覺得整個傳媒是被整頓的對象 那這個是過去那兩年 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 立場新聞帶出來的問題就是 村民發佈煽動刊物的問題 那一些所掌握到的 或者我們看到的一些資料 就是一些文章 一些報道 裏面是被視為煽動開密 而傳媒發佈 已經有一個很實實在在的個案在那裡 會很清楚地擔心會觸犯了法例行 我們在過去幾天 是資深的和其他的一些同事 我們很深入很冷靜去分析 我們將我們看到的一些情況 聽到的一些信息 做過一些評估 有很多我們是不能夠掌握 究竟是可信性是怎樣 但是會覺得是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而見到的就是說 我們盡量我們是不觸犯法例的 法律的情況之下 但是那個執法的界線 我們是已經不能夠掌握得很清楚 不能夠在一個不敢到平安安全的情況之下 工作下去 記者都是人 都會有家人 都會有朋友 即是在一個不安全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覺得是要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不希望是 因為工作而處於一個困境 我們再想過就是說 會不會在一個短時期的情況 多些時間可能會有變化呢 但是我們的評估我們看不到 我們掌握不了這種狀況是會多久 那我們是覺得不可以做 即是很難這樣做下去 我們都會覺得 即是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回我們五年前想做的東西 那個初心的話 我們覺得已經是 我們很努力地做了五年 但是要再做下去 如果是做不到我們想做的新聞 沒有一個在大家都安心的情況之下 去繼續做我們想做的新聞的話 停運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決定 我希望有些背景再說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或者說補充一下我們的 可能外界不太知道 我們的員工或者其他的事情 補充了之後 或者大家可以問的 我想我作為總統7月 都是行政總策 我補充一下 之後我們的安排點 第一就是員工我們會檢查 會按做工程度去做 之後網站 我們今天是有最後一天的更新的 包括我們晚上有兩個節目 都會有播出 9點鐘的中國組 還有10點半的香港人 都是向讀者告別 半夜之後我們就 網站不會上網 我們不會關閉的網站 什麼時候我們會擺多久 我們再會考慮一下 應該就是稍後時間 我們才會關閉的網站 因為公司 因為還有很多的手續要做 所以是網站停止營運 但是公司要暫時 都是要營運著一段短的時間 因為有很多結束公司的手續要做 員工我們有幾個 大約四十幾個員工 我們由十幾個到五年 走到今年有四十幾個員工 很多都是很新加入的 但是由一開始到現在有五年 這麼久的 員工就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想嫁人的 行政上有什麼問題 大家如果三學需要問 我再回答 兩位其實想問一下 現在是不是你們評估過 有可能好像《立場新聞》那樣 都會觸犯到當局檢控的 那個串謀戰動方面的罪名 所以這次就作出這個決定 還有兩位都是資深前輩 對於現在香港的新聞自由怎麼看呢 還有現在香港新聞走下去的時間 但是是不是這個空間只會越來越收窄 甚至乎只剩一把聲音呢 我們很主要就是看回 《立場新聞》被指 一些登載一些文章 一些報道 甚至有些言論 會覺得是做的一些訪問 都可能是會 現在是涉嫌 也都正式下了控罪 這樣的模式 或者是因為這些原因 可能會觸犯法律 我們不能夠排除 就是我們過去那幾年間 會不會有一些的報道 或者一些的文章 是會 我們完全是沒有想像過 我們用本身 我們這個新聞自己的一些判斷 新聞性 公眾雖然不需要知道這些訊息 這些很基本的處理新聞 專業處理新聞的一些準則 去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發覺可能是會暴露了一些的風險 而最終是不是會出問題 我們完全掌握不了 我們完全掌握不了 但是是一個這樣不明朗 不能夠很安心去做新聞 記者我想是無畏無懼 是指我們不怕得罪一些的缺貴 我們不怕罵政府 如果他們做錯一些政策的事情 去批評 我們不怕報導一些財團的新聞 不擔心他們 我們財政獨立 不擔心我們在財政上 會受到什麼的壓力 這個是無謂的 但是不代表就是說 當去到很基本下 那個自由下 是要付出那個代價 這個是很實實在在 我覺得是無論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相信都不希望遇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一路做新聞 我們管著我們最專業的判斷去做的事情 其實一路都沒見 過去的新聞都是這樣 發表了的都是這樣 我們將來如果真的會繼續做 其實都應該要這樣做 改變那個就不是我們 而是外在客觀的環境改變了 有些事情 我作為總編輯 其實我都沒有辦法拿捏 這個故事 這個報導 或者這句話 會不會寫出來 觸犯了一個新改變的環境底下的條例呢 如果我沒有辦法去 很有信心地帶著我的記者去繼續做的話 我作為這個領導階層 我們對這些記者都有責任 回答這個記者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過去寫的文章 已經是所謂觸犯了法律 我們自己是深信 我們是本住最專業客觀的水準去做的 這件事大家也可以去檢視的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在網上公佈過的 所以答不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新聞時候的宿責 這個就已經是很明顯的 我相信不用問我 大家都會回答到 你說去到一個什麼階段呢 因為我們自己是 不可能去做一些 不如做一些很安全的新聞 我也不知道安全的新聞是怎樣 所以日後怎樣走下去 是一個大家都會面對的問題 宿貸准是怎樣 想問回新聞是過去 是不是有收到一些的壓力 是不是有執法部門 發出一些警告給你們 還有第二條就是想問回 有沒有什麼記憶想給其他傳媒 我們沒有被執法部門接觸過 所以不清楚 有沒有事情是在做 我們真的不清楚 我們真的不清楚 信息是有些直接間接 會有人提過一些網媒 都會看到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有背景人事的一些文章 都很清楚說到會處理網媒 要來來去去 主要都是立場 然後做新聞 所以這些是有作評估 還有看回那個大的環境 都會覺得整個傳媒的空間是收窄的話 再是想做一些可能被視為比較尖銳 或者是可能他們認為已經是踏了線了 甚至是過了線的媒體 那個風險就更加之大了 這些因素我們都是沒有能力去改變 沒有能力去改變 沒有能力去改變不代表我們是改變了 我們對新聞工作的一些使命 一些想法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如果仍然是不想改變 我們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的話 又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做不到我們想做的事情的話 那個選擇基本上是 變成了唯一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寄予 我相信我們沒有條件去寄予 因為每一個機構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 其實他都會按照自己本身的機構 或者自己的理念去衡量 我們真的沒有條件去寄予 我們自己是作了最 我們認為是最佳的評估 然後作出一個決定 每一個機構 或者每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 作自己最佳的評估 去作最好的決定 我擔心 我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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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詞 我們不明白 我們沒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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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Sungai or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rs on any matters. But the indications are clear that overall media is facing an increasingly tough environment. And for those who are being seen as critical or troublemakers, they are more vulnerable. So this is what we are facing, and that's why we made the decision against, in the midst of those uncertainties,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get the clear, assuring picture, that we decide, say, not to operate. So, the first day of the time we were teaching the news Gabby and the first few things and that was also very very thoughtful for us. We had a lot of knowledge, we looked at the social media that could be Including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social media and we had a lo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was really very sincere, and it was just the same question? 是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討論 和他們表達了他們的感受或者意見 這個討論是很好的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主管是很希望 無論我們的決定是怎樣 我們整班同事是明白這個決定 可能未必完全不認同 可能有人覺得是否可以做久一點 但是我們昨天的討論是很深入的 大家亦都很坦誠 將心裏面所想的去講 這個也是我們自己 重心在這個機構的文化 因為是沒有甚麼層級的 大家其實是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平面的 很少人這樣 大家是很坦誠去做這件事 剛才也是一樣的 我想是每一個 答剛才那個記者的問題 就是每一個的衡量都是要自己去衡量 因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的 就是他的環境 他的家庭等等都不一樣 我覺得是 我們今天我們的評估 就是以我們 《眾生物》這個機構 是不能走下去的 是否個別記者是不可以繼續做記者呢 我不會這樣回答 不會這樣說 那我相信是 特別是年輕的記者 他們對香港 對很多的市民 是他們有那個心在那裡 是否有些空間去做一些紀錄呢 那這個我都覺得是 不要結了 不要放棄的 是有空間來的 是有空間來的 用網友來的空間來 還有哪個機會 會有空間來的 會有空間來的 對香港人嗎 對香港人來說 我們有空間來的 這是有空間來的 我們明白 whether say there's a new definition of press freedom now what's the line between say freedo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emphasized responsibilities or obligations like upholding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order, etc. But Hong Kong is always aspired to be a pluralistic society with diverse, with diversity there's not just one voice, we want to have different voices independent voices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so not just the media but society as a whole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voices more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but unfortunately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the further weakening of media say who runs at least financially independently which is to us vit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editorial independence we are not saying that those media run by say business people have no independence but we just think that at least financial importanc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is important fo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we have no crystal ball to tell say the role for independent media but we always we still believe in journalism the very important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media and journalists in society and this is also what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but we hope that that message 或是在社會上的反應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改變 改變 讓我們有更健康、更健康的媒體環境 想問一下 之前保安局局長都就著你們一篇報道 作出批評誤導 其實你覺得當時你們的感覺 是不是都已經被當局頂上了 還有現在的官員在對待新聞報道方面 你們覺得那個態度上和以往有些甚麼轉變呢 另外就是想問五年前你們就說 因為新聞自由空間收窄 所以你們成立了眾 那今天再進一步收窄的時候 你們選擇結束 其實你們覺得現在是不是 連少少做新聞的空間都已經沒有了呢 還有現在政府不斷地說 希望就著假新聞立法 現在你們覺得香港社會 是不是充斥著假新聞呢 如果將來真的是立法的話 那其實你覺得這個空間 還會是否更加收窄 或者你覺得要就著假新聞立法 背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先回答 保安局局長 局長之前對我們一篇報道的標題 就是有意見 其實很平常很多時候 我們一些報道呢 就是被訪者也好 或者蝕頭也好 對於新聞的處理 對於標題的融資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覺得誤導 他認為有誤導 其實我們很難否認 他覺得有誤導 其實都是他的一種意見 傳媒應該尊重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覺得很平常 或者讀者可以看回我們的報道 覺得標題是否適當 或者用錯了 或者好像他說有誤導 這樣 我們 至少我就沒有想到 是一些什麼的跡象 也都不想去這樣的揣測 那麼 剛才我提到 就是 我相信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 傳媒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那麼 香港現在是很多方面都 首先都提到就是 面對很大的一些的變化 很多東西過去 我們的一些的想法 對新聞自由 應該怎樣去理解條線是怎樣 法律 執法等等 現在很多東西都是模糊 很多東西都是模糊了 但是不代表是 媒體是沒有了角色 而事實上 我們都會見到 我們甚至自己的一些同事 年輕的同事 他們仍然很有心 也都很有能力 是希望可以繼續做傳媒的工作 空間是小了 但是想像不到會是去了零 我們見到一些地方 可能比香港新聞自由更差的地方 都會見到很多新聞工作者 是很努力的 甚至可能是比香港的情況這麼嚴重 他們真的可能面對生命的威脅 都有 他們仍然是這麼努力的話 我相信我們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年輕的不會放棄 那個假新聞法 我們沒有特別談過這些問題 但是有些基本的看法 我相信都是 行裏面都會覺得 媒體是由自己去處理一些公眾的監察 傳媒自我的監察、監督 好像其他一些行業那樣 是對行業、對社會都是最好的了 少少補充 對於保安局長 即是針對上一篇文章 我們就平常心 我們不覺得去特別說 怎樣針對 其實大家有機會再看回 我們其實寫得很詳細 即是很詳盡的 保安局長的意見 我們都是給足夠篇幅去cover 我們平常心處理 即大家都遇到的了 即寫完的東西 受訪者或者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的做法就是給足夠的空間 去將不同的意見呈現出來 我想特別說回假新聞一點點 我們都是沒有討論過很多東西 不過我想大家去 或者黃家拉去follow的時候 其實將它糾正回 即是不要用假新聞那個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在很多信息 那個不是來自新聞界 即是在互聯網上面有很多的信息 也都不是政治信息 有很多人健康信息 各樣東西是充斥著很多問題的 那這些問題是否要處理呢 是 但是那個處理方法是怎樣呢 如果它很籠統地說 這些是假新聞的 我想那個討論 即將來的討論是會偏頗了 所以大家還在這裡繼續做 傳統工作的記者們 再遇到假新聞的時候 將它糾正回 即是不要用假新聞這個名詞被框住 即這個是 是的 那我相信那個 那一路講了很多 那個立法可能會來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當真的要立法的時候 我想大家是 真是清晰些 即不是假新聞的問題 是一些信息我們需要處理 如果處理方法是否立法是最好的呢 這個要將來的討論 我覺得相信其實可能大致上 我們 是的 因為有些媒體的議題 也都不是我們機構 我們可能自己有些看法 但是都不是太適合這些場合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去到這樣的年紀 因為我相信在座 我們一定是最老的了 是最老的了 那麼去到這樣的年紀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 有些經驗 我們可以分享到 給年輕一些的記者 那將來會不會再有些 這樣的平台 或者怎麼做我們 我們沒有想過這些 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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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報導也好 寫文章也好 其實都是表達 表達一些事情 希望將 即是用新聞工作者 一些的專業精神 態度 去將一些事去解釋 告訴別人 去做一些的分析 可能會有一些的評論 看法 這樣 那麼 那個是 是仍然很熱愛的一件事 當然是 平台是 平台是要考慮的 還有始終這段期間 的確是很多 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那麼 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那麼 很希望就是 年輕的記者 就是不要太 給眾生物這個決定 影響到了 我們都不會 起碼我自己 不會把 眾生物的重要性 放到很大 我們不做的話 其他人都沒有做 是很不客觀 很不科學的看法 我都會見到 起碼我的同事 都已經很多 很多仍然是 仍然是 仍然是 有些同事是 起碼沒有放棄 或者可能 希望將來有機會 將來的事情 我想 這個階段 是很難去 想得太遠 就是 自己的工作 你會不會覺得 今次要關閉眾新聞 這個決定很可惜 無奈 可以說 那 那 那 一定是可惜 我們五年前 去成立了 也都是 正如昨晚我們那個公告說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小的 十幾人的機構 在這幾年是一步一步 是成長了 去到今天 也都 由大家 不知道 眾新聞是 眾新聞是甚麼呢 到 我有看你們的文章 或者是節目 那 這個當然是 好 很有一個 就是 做到少許的事情 那 還有 特別是這個平台 我們很珍惜的 就是 它是真是一個 沒有一個 金主 沒有一個 就是商業上的壓力 我們 做不到很多事情 我們很多新聞沒有的 我們很多東西慢的 但是 我們也都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 可以 很細緻地去採訪 可以花很多時間去做一個 故事 那 也都是在 剛才我分享就是 我們的機構運作 就是沒有什麼層級的 就是我們 這班老鬼和那班年輕人 其實是 打成一片 那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對總編輯都是很多意見 那 其實是 就是 可以很溝通的 那 我想這個在其他機構 比較 是有少許奢侈 就是難一點 那 在各個方面 其實是一個 我們都覺得很珍惜的一件事 那 絕對 就是你問我的個人感受 當然是可惜的 但是 就 剛才都說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作出一個評估 我們覺得 作為總編輯 就是我 我 怎樣去再帶這個團隊呢 我怎樣可以給到 那些同事 有一個安心的情況去做事呢 這個是我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 對團隊 都是一個負責的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多謝大家 繼續沒有來 繼續沒有來 謝謝 OK 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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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 可以斜一點 是 是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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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補充少少少 我今時看到一些報道 我回鏡頭 不好意思 OK 看到一些報道說 我們昨天留夜 把東西搬出來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已經放在這裏兩三個月了 就是少許澄清 一塊看看這裏 看一看上邊 我有檔案 這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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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由此 請我來這邊 請我來這邊 是 這邊可以 請我來這邊 謝謝 好 可以自身直接的 好 麻煩你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就不會收工 我們不會再有些甚麼特別的安排 有些同事都可能未必願意 當然大家都是行家 你們可能都有些工作想做 不過想清楚地說我們不會再有些 安排media arrangement 例如今天會出來再說一說 謝謝大家 公司同事好好說 因為我收工很多說想個別訪問 我們都不會做的 不好意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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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美食